自白宫谈判代表5月23日离开国会以来 美国债务上线的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引发了对潜在违约的担忧 谈判代表在关键问题上相距甚远 尤其是共和党所要求的开支削减问题 众议院议长凯文·梅卡锡24日表示 双方仍有很大分歧 但仍然对取得进展感到乐观 希望最快能在下周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 众议院共和党人进一步指责 拜登缺乏谈判紧迫感 民主党一位助手称 麦卡锡对拜登表示 不打算改变公开表明的不接受额外税收 作为协议一部分的立场 同时坚持认为房屋开支应当增加 非房屋的可支配支出应当削减 包括削减新能源、学生贷款豁免等领域的大量联邦政府开支 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 但拜登等民主党人并不同意 共和党人希望在尽量长的时间里削减国内开支 而民主党则提出了几年的小福开支削减方案 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谢峰 5月23日抵达美国旅行 他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向新闻媒体发表简短谈话时 敦促美国与中方共同努力 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 使中美关系回归正轨 谢峰表示 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 也是中国人民的使者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 他强调 希望美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 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 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 美国CDC5月23日向消费者发出警告 包括加州、俄罗冈州在内的六个州 爆发的沙门市军疫情 这与Papa Morphys的生曲奇面团有关 CDC报告说 从2月底到5月初 至少有18人感染了沙门市军 其中一半的人报告说 他们在生病前 吃了Papa Morphys买的生曲奇饼 患者年龄从18岁到68岁不等 有两人住院治疗 Papa Morphys表示 该公司已经对 急拿急烤巧克力曲奇面团和含有该面团的 Smore Spars发布了停止销售令 CDC和Papa Morphys警告说 如果消费者拥有上面提到的任何产品 应该立即扔掉 感染了沙门市军的常见症状 有腹血、发烧和胃经卵 在摄入这种细菌 6小时到6天之间会出现症状 大多数人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 能够在4到7天内康复 但对于幼儿、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来说 症状可能更为严重 从5月24日开始 洛杉矶县将实行零保释政策 一位高等法院法官表示 因为人们无力支付保释金 而将其关押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无保释政策的支持者说 这是一个公平的制度 而参与执法的人认为 这是犯罪的恶化 洛杉矶县副检察官解释说 由于无保释政策 洛杉矶县警察局不会拘留、盗窃、入店刑窃、吸毒 故意破坏和一系列其他非暴力犯罪的嫌疑人 这也意味着 那些因上述指控而被捕的人将立即获释 而无需在提审前支付保释金 因性犯罪、家庭暴力和涉及武器的犯罪被捕的人 将不适用于该政策 那些在无保释期间再犯罪的人将有可能被要求支付现金、保释金 从5月23日到今天 国泰航空因为一条空城工作人员的录音而热搜两天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名网友投诉在国泰航空的成都至香港航班上 有空城、骑士、内地乘客应以水平并公布相关录音 录音爆出后24小时内 国泰航空连发三则道歉声明 称已完成对于事件的调查 并依据公司的规章制度 对三位设施的空中服务员予以解聘 随后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也发表声明称 十分痛心 国泰航空公司部分机组人员的不当言论 事件严重违背香港优良的代客之道 一贯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已要求国泰管理层立刻改善服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对上述事件进行了表态 自己已向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提出 此次事件破坏香港形象 伤害香港和内地同胞感情 是严重事件 虽然涉事的三名机组人员已被解雇 但类似情况不容再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